前不久举行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出了很多中国的大模型应用 有评论称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不断创新 朝着全球领先位置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创新是中国经济的亮眼名片 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我们也关注到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继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 中国企业推出的大模型应用集中上新 比如凭一句话就能生成一段高清的视频 准确地识别耕地地块和农作物的分布 花费数秒就能快速地解析图文数据等等 这些应用充分展示了创新技术赋能各行各业的未来图景 创新是中国经济的亮眼名片 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林健介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度技术先锋榜单中 中国有11家企业上榜 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最新一批全球153座灯塔工厂中 62家中国企业位列其中 包含光伏 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企业 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创新不是一国之能 一家之士 我们也始终主张 创新合作是各国彼此成就 共同成长的舞台 而不是恶性竞争 零和博弈的决斗场 搞脱钩筑墙 只能成意识之墙 长远看 只会自负手脚 自毁虔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